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杨矿 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是回归之后 香港第一个 被世界难民署 认证为难民的人 跟太太刘莎莎 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在今天一国两制之下 杨矿竟然成为了难民 被世界难民署接受 联合国难民署接受 这是事实 那他爱国的情操 被人家玩了利用了 那就像今天的场面是一样的 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直接就是对 一法治国 一先治国的嘲讽 直接的打击 以王宇律师为中心的 律师事务所 说那是犯罪集团 犯了什么罪 你查查 他说是违反了党 要颠覆党 他拿出的是党的说法 而在宣誓词当中 却没有共产党 网上有些人 我觉得有些人是 被党的教育洗脑 分不清 把党伤 就潜意识中认为 共产党倒不了 而有些人直接就说 要保中共 你别看他骂上头 骂这骂那 他保中共 保江泽民 保曾庆红 非常连裤权都不穿 就那么说出的话 昨天说的 那 而有些人 是被人 是糊涂 这就是一层一层的 但这东西呢 就是过程 我早跟大家讲过 推背图第42图 有弓无箭 叫开弓没有回头箭 箭已经射出去了 而有弓无箭 有惊无险 走入世界大同 中国的大同 那将带来的是什么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 传统做人的道德的理念的复苏 而这样的道德理念的复苏 如果这未来是这个的话 今天出来中共的体制的这种标榜 这种说法 那有些人秉承着被共产党洗脑之后的思想去对垒 就对了 就对了 这是一个过程 有关维权律师的这样的处境 最新的数字说133人 孔杰荣教授 这是纽约大学的 有一番说法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镇压律师使依法治国成为世界笑柄 就是刚才我讲了 依法治国提出来的 公务员要宣誓也是提出来的 结果立刻过了没到一礼拜就来这首活 这不就纯粹是自己抽自己吗 对吧 所以这里头是有故事 美国最资深的中国籍东亚法律学者之一 85岁高龄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 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中共当局目前对维权律师发起的大规模镇压行动 不仅对习近平九月访美产生恶劣作用 而且使中国特色法治成为一个闹剧 那高温谦对美国之音讲 习近平当局颁发的国安法 打压维权律师如同矛发动文革的 516通知和横扫一切牛鬼神 是文革的2.0翻版 一旦成势头 全社会无人能幸免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宣誓词当中 在七一党生日过后 拿下来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公务员宣誓词当中 原来是有中国特色这两个字的 在后来拿出来的宣誓词当中 把中国特色拿掉了 而中国特色是对应的 当初拿出来的共产党宣传 是抗击的普世价值 这是事实 对吧 那这里孔杰荣先生说的 这是使其中国特色法制成为一个闹剧 这就是有点有点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 本来就是闹剧 这是没错的 但这其中的原因 不是这么一言以蔽之的原因 那高文谦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打压率是如同516 没错 但这样的认识 我自己认为 就像我刚才举例说的似的 杨矿先生爱国主义情操架着船出去了 他就没想过前头都不让出去 一开始所有过去的时间里 都不让保调船出航 那为什么偏偏在那坑截上 人家梁振英放你呢 他没想过 他只想我成功了 只想自己成功了 结果被人算了 被人当枪使了 颁布国家安全法 即刻打压维权律师 吻合在一起 让人听起来非常顺耳 但直接是对今天一法治国 一线治国的嘲讽 这是傻帽 对不对 窝头傻大眼 对不对 缺了大心眼干的事 自己整自己 自己玩自己 嘿嘿 要这么简单 共产党早完了 文章讲说 孔杰荣讲 对习近平九月份防美 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没错 这是打压 真正打压维权律师的人 希望看到的现象 这是肯定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白宫请愿书 一天有千多人连署 没错 这都是 打压律师的人 希望看到 这一幕 那针对这件事情呢 美国政府有所表态 那自由亚洲电台讲 美国政府谴责中国 拘捕了百名律师 昨天节目当中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 它一定会引起 整个国际社会的 这种风波 国内反而倒影响小 因为都被封杀了 国内更多的人 去关注这个 股市自己的钱包里 还剩多少钱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 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反响很大 对吧 而这个时候去抓这样的人 引起这样的反响 在股市如此大的波动过程中 那人们在探讨 股市波动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有些人为什么把股市 弄成这样 那今天主政的人 为什么要去 这么去大 大笔的投入 去维持住股市的这种平衡 一句话 怕民间出状况 怕社会崩盘 他已经那么怕社会崩盘的时候 那就在股市暴跌的 刚刚要有起色的同一天 往山口上撒盐 自个儿整自己 自个儿整自己 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这是非常值得说 而这种做法 就是激化 内外的矛盾 我跟大家引述另外一个 这是纽约时报 今天说 人民日报 接载 维权律师 刑事指控的细节 这里他提到 一关键一点 这次打击中心是 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至少五名律师 他们已经被刑事拘留 并被指控 利用公众不满情绪 来破坏中共的领导 2016年1月1号 上至国家主席 下至公务员 宣誓词中 没有向中国共产党宣誓 这是一种直接的 对垒的过程 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 利用国家安全法 去打局维权律师的过程 这是玩命 我跟你说 这是中共上层玩命 而这样的玩命 短兵相接 利用今天国家安全法的说法 来打击树立国家安全法的人 下面很多 有些是明白的 有些是不明白的 有些是螃蟹跟蛤蟆的 所隶属的虾兵蟹将 新子灵 这是国内很有名的 中国问题的专家 日前他有一番说法 新子灵 曾经是中共军队的大校 他讲说江系常委 故意给习近平抹黑 掩护江核心 中国正处在政治大变局的前夜 这是新子灵 接受澳大利亚SBS 记者周立女士采访时的一番话 他说北京执政党是分裂的 香港政改并非习近平的决策 他直接说 中共本身是分裂的 有两个司令部 以今天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 组成的司令部 和以江泽民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 是个地下司令部 反弹打老虎斗争 是两派激烈斗争的直接表现 十八大组建的班子 江泽民占优势 七个常委 他推荐了三个 刘云山票数少于汪洋 但是江泽民极力推荐 胡锦涛 习近平只好接受 在新子灵的眼睛里 习近平不能放下反弹打老虎的大事 来跟这些豺狼狐狸的小事上纠缠 江泽民派别就是要转移 斗争大方向 在次要问题上 与习近平纠缠 掩护江泽民江和谐 这是新子灵说的 在我的看来呢 其实就很简单了 这完全是个过程 但在其中 2014年 2015年 大审判之年 这就是一种大审判的形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